哎呀,我们再来看双民高官 这个影片就是我说 我帮我们做贴纸的这些用意 然后这个高官呢,就开始又留言了 我不晓得他到底在怕什么 我看到只是他的恐惧而已 让各位看一下 这是贴纸嘛,他说 我来帮你整理 对邱夫站长对曾义时的SOP 这叫SOP,很好笑 什么我是为了公益啊 我三次国考上榜 三次国考上榜跟面对争议有什么差别 然后说啊,说我行政程序法的五条到第十条乱用 我在想要说啊,你的法律是谁学的 体育老师教的吧,所以你觉得我讲的很奇怪 很正常啦 因为你自己法学就有问题了 然后第四个说啊,骂邱夫做的都是网军 对啦,不一定骂我的是网军 也有像你们这种长官这种的嘛 或者是背后操作网军舆论的啊 但是我看到就是你的恐惧啦 因为连接我贴的贴纸你要来留言 那我就想说,哎,那个吹喇叭,开这吹喇叭 你怎么不留言一下你的看法呢 所以你一样的嘛 认为吹喇叭没有那么重要 一定要来邱夫做这边 即使他只是做一个贴纸 你要算他一下 他回复,他自己认为说 啊,问我说什么是公益啊 谁定义的公益啊 是亚里斯多德啊 费德瑞克森啊 东西外国人的名字就好像很厉害啊 这东西这个我们在读书读多了啦 真的厉害的人他是把它消化出来的 不是说啊,那有一块名字哦 谁说的谁说的 好像他有读过书 学问很大一样的 那第二个说啊,国家考试那么多是铁特呢 还是普考啊 还是高考啊 还是律师啊 还是司法官啊 他说差别很大 意思是说双我说啊 我国家考试三次上榜啊 不怎么样啊 那我先问你这位高官 你上榜多少次啊 而且我们真的对国家 考试有努力过的人都知道 他只是每个考科不同 你想要到什么的职位 其实你面对的都是 所有的国民 所有的国民里面的一些厉害角色都有 不管你考什么样的职位 什么样的东西都有 所以你把它说 哎,这些啊 有高考 有资法跟特考 就比台铁厉害吗 是吗 那另外的我们铁特也是要考法律的啦 哦,这样子 所以你也不能在那扯东扯西啊 所以哦 这可能是没有读过 没有努力过特考的吧 怎么会认为说啊 有些比较很很难考 所以有考上就很厉害这样子 其实每个都难考啦 啊,第三个他说 啊,光这原则就几百个试字啊 每年都有十几个法律座谈 有不同意见 啊,对啊,废话啊 法律这东西本来就有不同意见书啊 啊,所以你现在跟我讲这个有什么用 是告诉我说 你知道哦,法律有不同的试字哦 不同意见书 啊,然后呢 我们读法律的时候没有说不同意见书吗 有嘛 那几百个试字啊,又怎么样 几百试字那又怎么 是大法官解释嘛 啊,然后又关我什么事情 好,第四个说 啊,政治人物根本没时间理你啦 你太小咖了啦 小到连见九到 见七到见九的政策 都被我形容成高官 你以为人家讨厌你 人家根本没有把你放在眼里 我第二跟你说啦 我们政治人物是为国家做事 好,并不是说我是多大多小 一定要强逼着政治人物来理我的事情 而且啊,很多事情我也没有跟这些政治人物讲啦 好,你们他得恶状慢慢累积啦 所以对我来讲 我关心的永远是国家的进步 也关心的是立委他到底有没有在为国家做事情 但是啊,你的格局好小啊 只想说啊,政治人物有没有理 根本就没时间理我 我太小咖了 你到现在还是阶层理论啦 还是阶级理论 在对人种 对每个百姓 都认为说啊,大小咖 政治人物都不理你 是这样子吗? 我们国家是这样子吗? 很好笑的 而且有些政治人物他们是很关心社会 国家一些弱势百姓的啦 不会像你这样,用这样理论说啊 没时间,你太小咖就不理你了啦 然后说,哎 见七到见九的真目主任都被有些人称高官 这当然是高官啊 什么叫高官? 就是他叫你来你就要来嘛 这不够高吗? 他不够高吗? 你要看的只是见七到见九 这个人事上的一个阶级吗? 你没有看到实质的影响力 实质的这种职权的大或小吗? 很好笑吧 你连职权这种它多大多小 那一样啊,警察 警察,比如跟你做笔录的 是警察可能是左级的 叫你去做笔录 你还是要做笔录吗? 是不是? 所以你这种人事的这种阶级来认为说 啊,怎么样怎么样 太好笑了啦 然后他说,啊,感谢志鼎啊 有时间在这边切割帖子 不能赶快写副神书啊 还有影音店有切割器啊 不要说影音店有切割器啊 我们车站也有 但是我不要工器私用 车站就有了 我早就知道 比如你提醒影音店 很多文具店我常在逛 也可以买一道 我知道 我喜欢说,我慢慢来割 这就是 只要我达成目的 我不管用什么工具 你不晓得这种东西吗? 我们在人生中有很多的成本 那还有为了达成目的 有不同的成本的作用啊 看要多的成本还是少的成本 我慢慢割表现成语不行吗? 你怎么这么在意我在割帖子 送给铁道米朋友呢? 所以用影音店去切切切 然后怎么样 凹他们来帮我切就对了 不需要吧 对不对 然后说,还不如赶快写副神书 副神书写不写你第四次题的 啊,好关心哦 好关心我要写副神书哦 是怎么样 我要写不写我的自由吧 你是不是还是要耍官位说 啊,你写了 我给否决掉了 啊,怎么样 你再写啊 你再写啊,再写啊 反正没有用嘛 对啦,没有用啦 我告诉你 我要的是什么 我不是要打圣仗 我要的是要揭露这些恶状 恶行恶状 官僚的体系 官僚的风 这种官位这种东西啊 我没有必要打圣仗 我只要让国民知道说 哇,原来我们台铁的官是长这样子的啊 是这样子回答的 我就达到我目的了 而且这个副神书跟切割贴纸有什么样的矛盾 我一天24小时我要做什么样的排序 什么东西先做 哎,关你什么事啊 你是国王是不是 官当太久了 就一定要下面的人要照你的规则在做嘛 放假时间我想要先做什么事情 不行吗 我只看到你一脸的恐惧啦 因为现在你知道说 哎,原来丑布做要挑贴贴纸 蛮多人在支持 蛮多人索取的 而你这个高官 我只认为说你只能躲在里面 你没有实质影响力啊 你就躲在你的树枝高阁 然后你可能关阶 因为你比较高嘛 所以就想在那边打来打去 打这打去 那我一直没有封锁你 是因为让大家来看这些笑话啦 好,就这样子啊 好,来来来吧 好,来来吧 感谢观看